《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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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 应该行 可是我觉得这事瞒着风铃 我心里面不得劲儿 怎么了 你发现上面 可能是遗种的时候 不也没告诉他吗 那不一样 那我那时候不是以为 遗种底下是昆仑虚吗 现在遗种底下不是昆仑虚 可能是他们兄妹 真正的坟墓 你不说也是为他好 要不然以他那个性格 弄不好真的以命报国 好吧 那我先暂时不告诉他吧 还有 你得再去一趟小昆仑 摸清楚遗种的墓室 别到时候不小心 把真正的墓室给打开了 你说什么呢 这话你也说得出来 真是给天官丁家丢人 我怎么丢人了 你以为那是楼上楼下 隔着一层天花板呢 那起码也得往下三丈 而且呢外面还有什么封土层户着呢 什么敲呀搞呀的 根本挖不动 像让你给说的 还不小心给挖出来了 要那么容易的话 我们我们干什么吃的呀 行行行行 你最厉害挖不出来就好 我问你啊 你说这小昆仑的事完了之后 洛云松能还我龙骨吗 看他今天的样子 不像是敷衍 那他要是还回来了龙骨 这算是我要回来的 还是你要回来的呀 有什么区别啊 那区别大着呢 龙骨是从我手里丢的 当然算你要回来的了 洛云松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无双帮楚风铃开了小昆仑 就还了龙骨 所以算你要回来的 那说好了 洛云松还了龙骨 我得去 然后他把龙骨交到我手里 然后 你在拿给我 不对 不是我拿给你 是你在找我拿 你是不是还 我可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提啊 就是你把东西交给我 然后再从我手里拿回去 行行行行 反正 你做什么都行 不要提那件事就好 好 丁云棋 我有的时候真的 特别特别讨厌你